《QA App》 《QA App》香港在2019年成立 其實團隊的人也有幾位同事 一直到現在三、四十位同事 其中一些經常去面對的問題 可能是一些與Admin 或 HR 相關的系統 以往我們一開始建立的時候 因為資源未必會放太多 所以可能會用一些比較傳統一點 可能都是填紙、申請一些文件 由 HR 或 Admin 的同事去做這些所謂的 所謂的行程程式 我們主要的業務是希望發展我們的電商 其他一些東西可以幫助我們 令到減省了一些 Admin 或 HR 上的東西 我們就開始去找這些坊間的系統 在密識一些員工的 medical insurance 的時候 其實最終我們就選了減輪這間公司去幫我們處理 當初由網上一路去看減輪網上的一些簡介 去到再找減輪的一些AM的同事去了解整個計劃 其實中間很清晰的資料很齊全 如果有需要可以為不同的員工去訂閱不同的計劃 有員工新入或者有員工離開的時候 其實要去處理這些動作 其實在整個介面上的管理都相當簡單 最開心的是 HR 同事在管理的角度 因為真的可以減省多少時間 以往也有很多文件要做 其實現在很簡單 只要鎖入一個布袋系統 剛才也說了 如果需要加減一些員工 甚至做一些計劃的調整 其實都可以很容易去處理 對我們整個無論是時間的節省 或者效率其實都有提升 其實有些同事可能真的熟手那些 一兩分鐘拍了一張 receipt 基本上填一兩個基本的問題 其實都已經可以完成這個殺傷 Payout 亦都快 可能幾個工作天一星期就已經可以收到款項 另外就是整個我們公司訂閱的計劃 每一個同事有自己的帳戶 有自己的Dashboard在Boltai 裡面 都可以很清晰去看到 他現在的Claim 流程去到哪一個階段 中間如果有些什麼問題 可能亦都可以網上問Boltai 專業的CS 同事 當然亦都有一些同事都會覺得 對自己的私隱也有一個保障 始終有時可能同事都有點尷尬 如果每次都去問Boltai 公司的條款是怎樣的 這個可不可以Claim 那個可不可以Claim 小斌會有時有點尷尬 因為始終每個人可能有自己身體 一些不同的情況 現在其實在這方面 亦都可以保障到同事的私隱 就讓我們跟POL有自己的分別 作詞裡的網站 旦 諸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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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